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才所講的 這個Current Density J呢 為什麼會正比於這個F 那如果呢是在這個沒有磁場底下的話呢 那它為什麼會正比於這個1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那假設呢我們現在呢在一個導體裡面 也不一定導體啦 反正在一個介質裡面 那如果說呢裡面的這個電荷呢 我們知道現在導體裡面呢 大部分的導體導電的是這個 帶負電的這個電子 那麼也有一些比如說像是這個半導體 P型的這個半導體 那帶電荷在移動的是這個電動 帶正電荷在移動的是這個電動 那我們這裡呢 就假設呢我們有一個電荷Q 好那這個電荷Q呢 不管它是在電動上面或者在電子上面 反正它就在裡面跑來跑去就對了 那這個例子呢在裡面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它比如說就從這裡呢跑到這裡來 好那它會在裡面跑來跑去呢 是因為溫度的這個關係 因為有溫度的話呢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每一個例子的平均動能 就是二分之一mv平方會等於二分之三kT 你只要有溫度這些例子呢 它就一定會圍觀的情況底下它跑來跑去 好那這個帶電粒子呢 它因為溫度的關係呢 它帶電它就跑來跑去 那它跑了一段距離之後 比如說它從這裡跑到這裡來 然後呢它和這個經格發生碰撞 或者和其他的帶電粒子發生碰撞 或者任何原因呢它發生碰撞 那麼碰撞之後呢 它的方向呢是任意的 就是它撞了呢 那我們也不知道這個細節是怎麼樣 那反正它就發生一次的這個碰撞 碰撞完之後呢 那它的平均動能呢 還是二分之一mv平方等於二分之三kT 它往另外一個方向過去 然後呢它往真過來 它往真過去往真過來 它就在這邊這樣撞來撞去 跑來跑去 就這樣撞撞撞撞撞撞 跑來跑去 那麼呢 我們可以描述這個例子呢 我們怎麼描述它 我們就描述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描述它 在這個真實空間的位置 就是這個xy 然後呢 這個例子呢 我們也可以描述呢 比如說它在這 從這邊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以描述呢 它在速度空間 就是呢 我們這個速度空間呢 就是以Vx Vy Vz呢 當作是這個三個坐標軸的話呢 那有一個例子 從這邊往真跑的話呢 那它的速度空間呢 上面可以標的這個點 比如說就是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例子呢 從這邊 往這邊跑的這個過程 那麼它在這邊呢 Vx Vy的這個點呢 就是對應到這一點 然後呢 它發生也是碰撞 從這邊 它從這邊往這邊 跑的這個時候呢 那它的x方向的速度呢 是往負的 y方向速度呢 也是往負的方向跑 所以呢它可能呢 就比如說是在這一點 好 所以呢這個代電例子呢 在這樣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速度空間呢 可以呢 標出這個點 好 那每一個代電例子 在這邊這樣發生 撞來撞去 碰撞來碰撞去的時候呢 它都可以在Vxy上面呢 找到一個點去對應它 好 那麼這個可以把真實例子的位置 標出來的xy 加上在速度空間上面 把這個例子的速度把它標出來呢 那這兩個整個合起來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face space 好 那這face space呢 你們在力學呢 應該會學到很多 關於這個face space的這個描述的這個情形 好 那麼呢 這個代電例子呢 它在這邊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那 我們知道這個介紹裡面呢 有很多的這個代電例子呢 在這邊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呢 每一個點 我們可以在真實空間上標注它的這個位置 我們也可以在速度空間呢 標注呢 它在某一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 那麼在這裡呢 也會有很多個點 好 那也會有很多個點 然後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呢 這些代電例子呢 它的 所在的 這個代電例子呢 這個值點呢 的平均動能 是2分之1mv平方呢 會等於2分之3kT 好 所以呢 在這個速度空間上面呢 它會有一個分佈的這個情形 它這個VXVY呢 它會有一個分佈的情形 好 那以後呢 你們在固態物理呢 你們會學到一個這個叫做 Fermilabel的這件事情 就是呢 這些代電例子呢 在這個導體裡面呢 在跑的時候呢 它會從最 能量最低的方式呢 開始慢慢的 往上面填 那一層一層填上去 那 裡面的會先 比較低能量的會先填完 比較高能量的會比較慢填 那不管怎麼樣呢 如果說在沒有一個外加電廠 情況底下的時候呢 那麼 它的填滿的情形呢 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因為有代電粒子往這邊跑 有代電粒子往這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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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各方向跑的代電粒子 通通都會有 那麼 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它會是 有一個 大家的這個平均速度 大家平均速度呢 應該會是在0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你描述這些代電粒子在這邊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一個球 因為我們這是VXVY 那當然還有VZ的這個軸 那你可以用一個球呢 去描述它 然後呢 這個球呢 的球星呢 會落在這個原點 好 那我們這個 每一個代電粒子呢 它平均在跑 那它會有一個叫做 平均自由進 浪打 那這個浪打呢 就是它平均每跑一段浪打的這個距離的時候呢 這時候它就會發生一次碰撞 浪打這個平均自由進就是 這個 它在 所有的粒子 帶電粒子在裡面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平均每浪打的時候會發生一次碰撞 好 那我們又知道 2分之1mV 這裡的 V呢 是這個 因為溫度呢 所產生的 那2分之1mV sermo平方呢 會等於2分之3kt 那這個是統計力學告訴我們的 那 或熱力學告訴我們的 那你們可以去看看 這個是 大1普悟呢 應該有講到這件事情 大1普悟應該有講到這件事情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們等到 大2下 或大3的時候 這個熱力學 熱統的時候呢 會講到這件事情 好 那麼呢 那2分之1mV平方呢 會等於2分之3kt 所以你在某一個溫度的時候呢 這些帶電粒子 這些帶著電荷跑來跑去的這些粒子呢 它會有一個速度 好 那這個速度呢 就是這個V sermo 那麼呢 所以這些帶電粒子呢 平均每隔T的時間 會發生一次碰撞 所以T呢 就會等於V sermo分之浪達 浪達是平均 每隔一段距離會發生一次碰撞 除以呢 它的這個平均速度呢 這個T呢 就是它的平均的這個碰撞時間 好 那麼 這樣的情形 我們知道之後 那麼假設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 介質 把它放到電場1裡面去 那電場1呢 我們假設是朝這個方向 那就表示呢 這些帶電粒子 比如說 比如說呢 我們把這擦掉 比如說呢 這個帶電粒子呢 在沒有電場底下呢 它是這樣子跑過來 可是呢 因為這時候你加了一個電場朝這個方向 所以呢 它走的路径呢 它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原來呢 是從這邊呢 比如說這樣跑過來呢 它走的路径呢 可能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它都會得到一個往右方的這個速度和 加速度和速度 好 那 那這時候呢 平均裡面 我們剛才講 這些例子呢 裡面呢 到處都是往 原來都是亂七八糟跑 平均來講 它的速度的分布 應該是在這個 原點 可是呢 如果說外加一個電場 是這樣子的電場的時候 朝這個方向的時候呢 平均每一個電荷 它在跑的時候 都會得到一個往右邊偏移一點的速度 那它就把從這個綠色的這個速度的這個球呢 變成紅色的這個這個球 那你如果說是變成紅色的這個球的話呢 那麼呢 它的球心呢 就跑到這裡來 那它球心跑到這裡來 就代表說 這些帶電粒子的這個 平均的速度呢 就從原來是0 變成往右靠一點點 那會往右多少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知道呢 每一個帶電粒子呢 在這邊這樣子跑的時候呢 假設它是經過T會發生一次碰撞 那麼呢 這個平均速度 就是因為是 我們知道 這個速度呢 是V等於AT 那 經過T時間呢 它會發生一次碰撞 那在從0到T的之間呢 它的平均速度呢 就會是2分之1AT 會是2分之1AT 因為是平均嘛 就是在時間0跟到時間T的時候呢 時間0的時候呢 速度是0 時間是T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是AT 所以它平均速度呢 就是2分之1AT 好 所以呢 這個平均的速度呢 就是2分之1AT 然後呢 就把T把它帶進來 那T呢 就是VTH分之浪打 那我們這個平均速度呢 V呢 就等於2VTH分之A浪打 注意這裡面的VTH指的是這個熱力學 告訴我們的每一個粒子 帶電粒子呢 它的平均的那個熱力學的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是很快的 這個速度遠比這個V average大非常的多 就是這個VTH比V average大非常多 好 就是呢 VSERMO呢 指的是它在這跑上面的這些點 這些點上面的就是這個VSERMO 然後呢 這個V average呢 指的是這個平均往真移了多少 好 那我們就會有這個東西 好 那麼這時候呢 假設呢 我們的介質裡面呢 在這個體積裡面呢 有N呢 是每單位體積有多少個粒子 然後呢 每一個粒子帶有 每一個 每一個F呢 換成綠色的好了 每一個電荷呢 每一個粒子呢 帶有F的電荷量 那麼 帶有F的這個電荷 然後呢 每一個電荷的電荷量呢 是Q 那 這個 NFQ呢 就是它的這個體電荷密度Low 然後呢 體電荷密度Low呢 乘上它的平均速度 乘上這個 V average 那這就是它的電荷密度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帶進來 NFQ呢 帶進來 V average呢 的這個東西帶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這個式子 那 那 這裡呢 NF 看一下 這裡是怎麼來的 那這裡呢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加速度A呢 就等於 Q Q E 除上 M QE 除上M呢 就是 這個 每一個 這個 單位電荷呢 它所得到的力呢 那 除以它的質量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通通帶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 電場 J 發現 電流密度J 跟這個 電場1的關係 那它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